高喊要自由不害怕 大批古巴民眾十一號走上首都哈瓦那 街頭示威 針對民生物資短缺 人民自由和疫情升溫等問題 表達不滿 同樣高呼自由口號 在美國邁阿密 這個古巴移民大本營 也出現阻斷公路示威人潮 譴責古巴政府造成經濟危機 十次後在玻利維亞美國大使館外 舉著古巴和玻利維亞國旗的 Cholita婦女也抗議著 美國對古巴禁運政策 面對外界應援聲不斷 雖然古巴政府做出讓步 聲稱以暫時取消旅客 攜帶食品跟藥物的數量限制 但也逮捕了大量示威者 古巴政府更把暴動 原因指向是受到了美國煽動操控 這是1994年以來 古巴最大反共產示威行動 也引來美國政府關切 拜登舉例 占不考慮恢復讓在美古巴人 匯款給古巴親屬的機制 因為古巴當局很有可能將這些援助資金沒收 古巴民不聊生 飽受疫情衝擊 又夾在美國跟古巴共產政府之間動彈不得 最終受苦的還是人民 恐將引發更大的移民逃難潮 原始新聞祝古迪布魯瓶編譯 消息 消息 隆 隆